大家好,我是梁子玲,來了英國做廚師 今集信眾要求,我要用電化煲煮幾尾 我會煮大人和小朋友見到都很開心的 滷水拼盤,包括有 滷水鴨、滷水雞翼、滷水豆腐、滷水蛋 還有滷水豬潤和蒜蓉醋 這麼有香港特色,全部材料都竟然可以在英國本地超級市場買光 當然還會分享食物的價錢和英文 首先煮滷水鴨 雞、牛、羊豬,我們都介紹過 今天我們要在英國超級市場買鴨 人多的話可以買一大隻,9磅一隻 另外還有鴨胸和鴨腿 鴨胸去殺骨,切出來一塊塊淡淡肉 這一包四磅半,不過今天鴨腿便便宜些 四磅就有兩大隻,我通常哪一樣便宜就買哪一樣 今天我就買鴨腿了 我買的是英國本地鴨,好大隻,好厚肉 上一集,我有詳細介紹過 怎樣清理生雞肉,清理鴨肉的指引都是一樣 想知的話,歡迎重溫這條片 收到一位觀眾留言問,可不可以介紹一下英國的無障礙設施 剛巧我今天買菜的時候,遇到超級市場職員 用一輛特別的手推車,推著一個行動不太方便的婆婆 還慢慢陪著她買菜,逐樣產品拿給婆婆看,等她慢慢選 婆婆一個人來購物都不成問題 說回滷水鴨,用電飯煲煮滷水鴨,以至待的滷水雞翼,滷水蛋,滷水豆腐 步驟都是差不多,只需要準備好滷水汁的調味料 然後將材料逐樣放入電飯煲 最等材料慢慢滷,慢慢入味,便有得吃 又是一個,節省不用洗那麼多沙煲餐餐的,一鍋熟好選擇 先講下滷水汁有甚麼調味料 滷水汁和豉油黃最大的分別,就是它有多了香料 所以這次又有機會給我介紹不同的香料 滷水的調味有各門各派Mixer嗎? 而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這三款香料 第一款,Starinese,八角 香港人很熟的麻辣和五香粉都有八角 而因為英國人都經常用八角 例如做Mold Wine,古羅馬香料酒 所以很容易就在超級市場買得到 第二款,Cinnamon 肉桂,起源於英格蘭的蘋果批 瑞典的Cinnamon Roll 肉桂卷,都是用Cinnamon做 而有些香港人會叫它做桂皮 煮炆豬手,茶葉蛋都經常用到 最後一款,Bay leaf,月桂葉 法國五大醬汁之一的 White sauce 白醬,就會加Bay leaf 而我們打籃或斬料 經常吃的滷水 一樣有落月桂葉 而以上三款香料 其實走過幾行在印度這個區域都會找到 不過就大包些 因為印度人都會用它來做咖喱 世界各地的飲食文化 好像大腦都扯不起來 但其實花點心思留意 都會發現很多相似的原理和智慧 首先我將幾片薑、蒜頭、蔥段 直接放入電飯煲 再放八角、肉桂、月桂葉 想吃辣的話,可以放幾條辣椒 然後輪到濕的調味料 以我的電飯煲為例 容量有1.8公升 我就會準備1公升的滷水汁 留下大概一半空間放食物 而這一公升滷水汁的調味 就包括有 200毫升生抽 100毫升老抽 50毫升小興酒 3湯匙糖 少許魚露 少許麻油 最後用水加到一公升為止 滷水汁就大功告成 接著就可以將上滷水的食物 放入電飯煲 我會首先放肉類 例如鴨腿、雞翅和豬潤 因為需要煮熟他們 這一盒雞翅賣1.75磅 有10隻 很巨型 我曾經介紹過5款很簡單的英國焗雞翅 有興趣歡迎重溫這條片 其實英國人都經常吃內臟 例如我今天要做的滷水豬潤 即是豬的肝 英國有一款很經典的菜式叫做Vegan 是用豬潤、豬心和豬肉碎攪在一起 我手上這包97P 幾大包 英國買的豬潤包裝得很好 有兩層包裝 不過豬潤始終有很多血水 我會先飛水 blanch 接著先放入電飯煲 我將鴨鼻、雞翅、豬潤 放入電飯煲之後 蓋上蓋子 按按鈕加熱 等滷水汁煲滾 大約20分鐘 打開蓋檢查一下 見到滷水汁開始滾 這個時候整間屋都很香 如果見到有些白色的泡 可以輕輕拔走它 再反轉一下材料 入味就均勻些 埋上又好看些 和上一集做蔥油白切雞的原理很相似 水滾之後 轉保溫模式 蓋上蓋焗10分鐘 讓鴨鼻、雞翅和豬潤 浸在80度左右的滷水汁裡面 慢慢入味 在英國要買電飯煲都不算難 上網、去電器店 或者去超級市場 都有機會找到 甚至可以去我以前介紹過的 英國二手磁線店找一下 封劍遊人 即使是二手和只有一個按鈕 要做滷水拼盤都卓卓有餘 按鈕之後 我就可以準備雞蛋和豆腐 它們只需要浸在露水汁 入味就可以了 Bonjour! Comment ça va? 隨著世界各地開始選擇和病毒供存 大家都陸續計劃去旅行 法國、西班牙、德國、南美洲等等的地方 會不會在你的旅行bucket list上面呢? 學多種外語 旅行的時候一定有更多不同的體驗 一起聽聽聽 Lingoda的最新優惠 Lingoda是2013年 德國柏林成立的網上語言學習平台 在這裡我們可以學到 英文、商業英文、德文、法文和西班牙文 全球已經有超過7萬個學生 有1500位認可導師教授 現在他們有個計劃 叫做Lingoda Language Sprint 參加Sprint的話 只要每個月上15課 上足2個月 就可以有50%現金回贈 而參加Super Sprint 每個月上30課 上足2個月 就有100%現金回贈 由職位起 你就可以報名上課 我曾經用Lingoda 上網學法文和商業英文 他們的課程每課一個小時 最多只有5個學生 所以我們的發言時間非常多 改善自己的發音之外 還可以聽到很多世界各地同學仔的口音 之後在日常生活裡面 要跟歐洲朋友聊天的時候 信心都大很多 另外Lingoda的上課時間很有彈性 就算是早7點 還是晚上11點 我都可以上課 非常配合我又要上班 又要拍片剪片 這麼忙碌的時間表 只要我有得上網 就可以隨時隨地上課 非常方便 最後 學法文的時候 真的有很多生字不懂 幸好我可以 預先下載定筆記 上課前後慢慢看 希望以上的介紹 可以令想學外語很久的朋友 多個選擇 如果你都想挑戰 半數或者全數退款 不妨去Lingoda的Instagram 看看一些成功挑戰的例子 看清楚條款細則之後 不妨用這個關鍵字報名 還會有額外20EUR的優惠 Maxibuku 上完課 我們繼續煮飯 首先是 老水蛋 要煮到容易抹殼 又白又滑的雞蛋 有什麼秘訣呢 我的方法是 第一 第一 冷水下雞蛋 大火煮到水開始滾的時候 轉回中火 這樣就可以避免雞蛋爆 然後繼續煮多5-7分鐘 就可以將雞蛋換到冷水 一冷一熱 雞蛋就變得很容易剝 剝完殼出來 完整無缺 又白又滑 之後就可以將雞蛋 放入滷水汁 第二 是滷水豆腐 英國至少有60萬人是Vegan 所以英國車級市場有很多款豆腐賣 今天我想做無水豆腐 就選了這款 Firm tofu 是有機的 硬豆腐 一磅七 有一珠 打開包裝 只是用一把小刀 直接將豆腐割開兩份 想方便的話 現在就可以直接放入滷水汁 但因為我想豆腐的外皮 金黃色 就做多一個步驟 首先用廚房紙 吸走多餘的水份 然後慢慢放入煎鍋 煎到每面都是金黃色 用了廚房紙吸水 煎的時候 油就沒那麼容易彈出來 會安全些 豆腐也容易煎到脆薄薄 煎好之後 就可以放入滷水汁 關火浸一至兩個小時 等所有食物 慢慢吸收滷水的味道 那就大功高成 上碟的時候 我會將攤凍的鴨腿去骨 再切件 鴨腿骨又可以拿去煲湯 滷水雞翼 滷水雞翼 滷水雞翼尖 滷水豬潤 全部都很久沒吃過 非常入味 用剩的豬潤 我加紹興酒和豉油醃一晚 第二日我滾湯飲 加些薑絲 又好飲 又嫩味 滷水蛋一開二 滷水豆腐 輕輕切成一片片 兩樣都好受小朋友歡迎 最適合送飯 上碟的時候 將每款材料擺漂亮 滷水拼盤的正中心 又怎可以少得 蒜蓉醋 滷水味道濃 蘸醋來吃 吃起來就沒那麼肥膩 我每次吃都蘸超級多 而英國超級市場有很多款醋 我就覺得手上這支 White White Vinegar的味道 是最似蒜蓉醋裏面的白醋 我這支一磅一五 都有亞洲的米醋 不過就貴好多了 兩磅才得這麼細枝 做蒜蓉醋的方法很簡單 我將蒜蓉 辣椒 少少砂糖 White Wine Vinegar 拌勻它 就搞定 加些魚露的話 也可以點春卷 或者做蒙粉 將蒜蓉醋 放在正中間 滷水拼盤 完成 滷水鴨 點了蒜蓉醋 又香又不肥膩 滷水雞翼和雞翼尖 更加是由小吃到大 自己做的滷水汁 用的調味料 份量 都由自己控制 一家人就吃得更加放心 同一鍋滷水汁 再做滷水雞腿 滷水豬腩肉 滷水豬手 都可以 不經不覺 英國就由冬令時間 轉回夏令時間 英國和香港的時差 就會拉近一個小時 而原來我的頻道 亦已經開台一年零兩個月 還記得做第一條片時 完全不知怎樣入手 雖然已經連續14個月 下班下班下班 不停拍 不停剪 忙到連這個頻道 一歲生日都不記得了 但每次看觀眾的留言 甚至在Instagram tag我 分享他們煮的食物 實在給我很多動力 堅持下去 希望隨著越來越多旅遊限制取消 我可以拍多些背游系列 等《除積背游》這個頻道 繼續陪著大家 體驗世界不同的文化 大家有沒有什麼說話或建議 想跟這個一歲零兩個月的頻道說 希望你會留言告訴我 喜歡的話 大家可以follow我的Instagram 再看看 真冷的聲明 最好 快訊辣 再看看 還不停 好 你 會